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8日 港版的健康碼終於有比較詳細的資訊已經宣佈了 如果申請了健康碼之後就可以免格來檢疫 去往返廣東和澳門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現在香港人 當然就像小弟一樣,都很希望可以拿回我們本身有的出入境的自由 但是老實說,在現在疫情全球仍然在肆虐的時間 沒有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願意負這麼大的風險 給一些帶病毒的人入境 因為其實現在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已經是非常努力地控制著疫情的爆發 所以健康碼小弟是覺得暫時來說 唯一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可以盡快拿回出入的自主權 因為這件事可以幫我們證明我們身上並沒有帶有病毒 而且也可以看到不久的將來 極有可能不單止內地和澳門 甚至可能其他國家都會推行類似的計劃 去呼應對方的健康碼 因為現在大部分國與國之間的交通 人的交通其實都是停頓了下來的 但是這個不可能永遠停頓 而且小弟也在多次分享裡面說到 這個病的特質是很像感冒的 所以人類和這個病和新冠肺炎的鬥爭 未必在幾個月時間就可以解決這個病 可能需要長達經年的戰鬥才可以完全消滅這個病 所以估計未來的好一段日子 我們都跟這種病去搏鬥的時候 其實健康碼就會成為我們出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瓶症 其實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健康碼就會有一個配額 這個配額大概每星期有二千到三千個 就是每天大概是三百至四百多位 不是很多 但是對於一些真的很需要回內地或者去澳門的朋友 這個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因為他不需要去到那邊隔離 這個申請很簡單 首先要拿到名額之後 就是要去衛生署認可的醫療檢測機構進行病毒檢測 然後拿到陰性的檢測結果 把資料上載回衛生署的網站 然後獲得通知之後 就可以在衛生署網站下載香港健康碼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同意把資料交予廣東省或者澳門有關當局 去做一個互認的 這樣甚至我們去到廣東省 用月康碼 或者去澳門用澳康碼 都可以在當地自由活動了 其實這個這麼好的措施呢 為什麼會到現在才會出台呢 其實我們看回另一份報章的報道 原來5、6月份已經做好了通關用的健康碼 準備推出 但是因為香港出現第三波疫情 因此就殺了車 而正正我們看回 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 就是看到6月底7月頭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第三波的爆發 而令到就是我們通關的安排 又要再延遲多一個多兩個月 就是這個原因了 其實小弟在之前的視頻裡面都分析過 其實看回那個發生事的情況 的日期 其實是跟很多非法集會活動 是有關係的 包括7-1的非法集會 而且小弟也在片段裡面分享過 警方也是用過超級電腦 就發現有三成的患者 原來是跟7-1非法集會 或者跟集會人士是有關係的 所以香港人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可以出到關呢 完全的理由就是被這群人所害 真是冤有頭債有主 大家認定是誰會害的 其實我們如果把頭領一領左邊 我們看看澳門 其實他在8月份已經開始入境內地 是無需隔離 因為澳門一直在疫情控制方面 是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他通過他自己的奧康碼 就是澳門的健康碼 以及廣東省的粤康碼 是在互應之下 就可以令到他人有出入境的自由 那其實我們現在 當然我們可以說到就是 有些人就累到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 結果搞到我們喪失了出入境的自由 但是已經發生了的事 就由它發生了 其實現在最重要 首先將疫情控制了下來 但是我們直至今天 我們仍然看到 全港有11宗新增的確診個案 其中有10宗是本地感染的個案 而其中竟然高達4成是找不到源頭 其實找不到源頭 小弟也是之前的視頻也有說過 這樣極大可能是代表 社區上面有隱形的傳播者 所以如果要有效控制疫情的爆發的話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將隱形的傳播者 將他找出來 隔離他 然後幫他治好他的病 那是不是就可以令到疫情不再爆發 是不是一個很合邏輯的想法 那為什麼找到隱形的傳播者 你又不是神仙 我又不是神仙 我怎麼知道誰有病 所以最好的方法 應該是做全民的檢測 將這些帶著病毒的人 將他找出來 這個相信大家都同意 但是竟然香港的醫護界 對全民社區檢測 竟然是全部抱一個反對的態度 那我覺得這一件事真是匪夷所思 那他們到底是用他們的專業去發言 還是用他們的立場去發言 例如在8月中的時候 當政府已經在籌備全民檢測的時候 蔡堅醫生竟然走出來說 就是說他會參與計劃 因為他擔心會被人批評 反中亂港台不支持政府措施 其實很老實說 我覺得蔡醫生絕對好像我們 一路傳統所說的一句說話 什麼口中掌不出象牙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樣說法 他為了什麼目的 其實是為了想挑撥 為了想表達他自己政治立場 你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記得自己是個醫生 你是不是應該站在醫生的立場 去為公眾衛生 為公眾健康做出一些貢獻 不是只是一些機會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一些醫護工會 更加離譜 例如在這個全民檢測之前 8月31日的時間 他竟然搞了一個記者會 呼籲市民杯葛檢測 其實我們只要看一下記者會 是什麼成員去開 已經知道他們目的是什麼 包括多區的民主派區議員 醫管局員工陣線 和民主派初選民意代表 一看三批人裡面 有兩批是什麼 是正棍 所以其實整個記者會 三分二的都是那幫正棍 你猜這個記者會 說的是一些醫學的分析 還是說的是政治的立場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他們中間 小弟也有一段影片分享過 是不斷地誣衊 抹黑這次全民檢測的成效 又說什麼假陽性 假陰性 好了 他說怕有假陽性 會令到醫院的工作量大增 其實我們看到 真的是今天 終於首次發現 檢測出現假陽性 入院檢測了兩次 刀陰性 但是 現在全民檢測出現假陽性 到底全民檢測檢測了多少 根據兩天前的資料 小弟未找到最新的資料 我只看了兩天前 就已經檢測了44萬個樣本 44萬個樣本裡面有一個假陽性 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嗎 他們竟然說這件事 所以他們覺得 不應該在香港做全民檢測 其實我們看到事實勝於紅便 44萬的檢測 才出現一個假陽性 而且大家也可以放心 不需要這麼擔心 如果萬一自己是假陽性 那怎麼辦 原來入院的時候 他還要馬上幫你再檢測兩次 就是真的要確認 就算是假陽性 做全民檢測 找到是假陽性 你還是要再做兩次 重新的檢測 才會將你確認是真的陽性 而送入院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其實絕對 沒有任何必要去擔心 到底會不會是 變成假陽性 反而無端的被人搞入院 這件事真的不用擔心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以看看 這是9月3日的報導 因為小提都找不到最新的報導 因為香港的報章 有時候真的不明白他們在報什麼 那麼你看到 當日完成了超過12萬個樣本檢測 然後再複檢之後 六個是呈陽性的 其實現在香港 老實說 並不是很多人染病的 因為如果按照這個數字去看的話 每兩萬人才有一個 所以也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有假陰性 既然全民的感染率 不是那麼高 就算有假陰性 那個數量真的不會很多 而最起碼 我們是不是已經在社區裡面 只是驗了這12萬人 已經在裡面找到 六個真正陽性的出來 是不是已經可以成功把這六個人 和其他沒有病的人隔開 是不是真的可以給正確的治療 給他 讓他這個病是儘快康復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這次的檢測是非常有用的 到底還可以再找到多少 12萬找到六個 如果我們現在 假設是染120萬的話 那可能成大10倍 就可能會找到60個 如果我們可以有360萬的話 那就可以找到180個 陽性的隱形傳播者 其實這個全民檢測 到底最終有沒有用呢 是真的看看有多少人去檢測 如果香港越大比例的人去檢測的話 出來可以找得到 社區的隱形傳播者 就可以找到越多 那就是代表 就可以將更加多隱形傳播的人 可以將他和其他健康的群眾 隔離開來 更加有效地去避免這個病 再進一步爆發 那所以其實如果今天到今天 大家都還沒去做檢測 又或者你知有朋友還沒做檢測的話 盡快去叫他參與這次的檢測 很簡單 你只要上網 訂了時間 去一個方便的中心裡面做檢測 你去到之後 基本上是長驅直入 然後坐下之後 採樣的過程是 一至兩分鐘之內完成 為什麼小弟這麼清楚 因為我今早剛剛做了 我走進去之後 坐在那裡 其實那位護士小姐非常專業 在我鼻孔裡面採樣 然後再在我的咽喉 心喉裡面採樣 整個過程其實一至兩分鐘已經完成了 而且很老實說 除了他把棉花棒拆進我鼻孔裡面之外 我其實一點不適的感覺都沒有 只是那一刻有一點想打一次 另外就是小弟看到 首先就是他真的很嚴謹地去做 每一次 每一次有人採完樣本 他都很嚴謹去做清潔 清潔的地方包括 包括那位來採樣 那位市民 他坐過一張椅子 都用酒精紙抹過 坐過一張桌子 都用一張新的酒精紙抹過 他幫小弟採樣之前 我真的就看著他 幫前一位採完樣 然後我看著他 馬上脫了他的口罩 然後馬上用酒精啫喱去拆手部 其實我們看到醫護這麼專業 我們真的不用擔心 在那個檢疫的現場 有機會惹到病 其實也是在這裡 想借這個機會 是感謝所有幫香港市民 今次做全民檢疫的醫護們 因為小弟真的看到你們很辛苦 除了一天要採這麼多樣子之外 就是每次採一個樣子 其實他們都要用酒精搓手液去搓手一次 所以小弟在網上看到 有些幫忙做採樣的醫護 其實他們拍了自己的手出來 是做完一天之後 連皮膚都被一些酒精拿到爛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的付出 才可以讓香港有機會找到 這些隱形的傳播者出來 所以再呼籲一次 大家如果還沒有去做檢測 又或者知道身邊有朋友 有家人 還沒有去做檢測 盡快盡快去做這個檢測 希望集我們全香港市民 正常市民的力量 和政府合作 盡快幫新冠肺炎的疫情按下去 而令到我們香港人 可以有出入境的自由 好,再一次 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的資訊有用的話 很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分享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小弟下一個話題的討論 很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下一個小鈴鐺 以及將通知調成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再錯過下一段影片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請到我們下一次